高雄縣有一位先生 他才27歲 年紀輕輕 但是在一場車禍當中喪生了 家屬答應捐出心臟跟腎臟來救人 而為了把內臟及時送到台北 空情總隊成了空中快遞了 開直升機飆到極限的130海里 不到兩個小時 就把心臟送到了松山機場 讓他的大愛可以發揮一愛人間 他想我這樣好 把他想我 跟他的伯人 陳欣孝子年紀輕輕 才27歲 卻不幸在車禍中喪生 家屬答應捐出心臟和腎臟 但這一顆心臟得立刻把握黃金時間 送到台北 心臟移植小組先摘出心臟 最難的部分就是家屬要同意 尤其是像這麼年輕的 大部分的家屬其實是不願意的 和時間賽跑 醫護人員把心臟放在了保溫箱 趕到機場 空情總隊早已經在待命 等人一到立刻起飛 從高雄飛往台北松山機場 以直升機飛行到極限的速度 130海里狂飆 兩個小時飛抵目的地 就像是快遞的廣告 使命必達 重點是因為我們收人家幫助 所以我們太陽上 我們要幫助別人 就是大家都互相嘛 就是我們以他為老 這趟空中快遞順利完成任務 救人一命 也讓陳姓孝子可以一愛人間 昨天新聞 翁崇文 季健亨 高雄報導